木子熙,怎么是你? 温温县打量半天,才辨别出地上那只泥猴就是和他们一起来山里的蓝氏新弟子。 韩光君,我也是兄。 木子熙挣扎着,说完最后一个字,就彻底失去了意识。 哥,怎么办? 小猪蹄子看看他哥,再看看地上的泥猴,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 这个人是在泥潭里打滚了吗? 啊,算了,救人要紧。 这家伙脏了巴基的,总不能让自己家苏伊若雪,黄瑞仙人的哥哥动手吧。 他受伤了? 小猪蹄子一脸嫌弃地伸出手,才发现木子熙的腿部,随着雨水的冲刷, 有血水丝渗出。 拿着。 冷战把油纸伞交到魏巫县的手里, 弯腰抓住了木子熙的腰带,将人提了起来, 提进屋子里,放在了火炉旁边。 一股精神的灵力从木子熙的眉间缓缓输入。 卫英,你看着他,我去烧点热水,他需要稍微清洗一下。 哦。 魏巫县乖巧地点点头,想着是不是该把木子熙这身脏到惨不忍睹的衣服脱下来。 左手就扯了一下,魏巫县才想起来,自己和哥哥的手腕上还记着让对方离自己不能超过半米的抹额呢。 哥,我和你一起去。 这根保命的抹额是千千万万不能解的,哥哥不在身边,心底的那份忐忑,不安,就会愈发得明显。 好,面对魏巫县那可怜自己的小眼神,蓝湛心疼得还来不及,又怎么舍得拒绝呢? 哥,水上好了,我们是不是还要给他洗澡呢? 嗯。 熊熊燃烧的火焰,填饰着锅底,魏巫县蹲在罩台前,无比郁闷地用一根木棍搅弄着罩台里的木材。 蓝湛点点头,看着小家伙那纠结郁闷的小表情勾成微微一笑。 小家伙的心思太过明显,就差我不想你碰别人几个字写在脸上了。 你不想我碰别人,我又怎么舍得让你去触碰他人呢? 你醒了? 魏巫县正想去找李婆婆家找个人。 帮穆子熙沐浴更衣的时候,穆子熙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 韩光君,魏师兄。 话没开始说,人已经哽咽,沙绕而下的泪水在脏兮兮的脸上生生冲出两条泪痕。 你受伤了,需要清理,包扎,温水已经备好,你先去清洗一下。 多谢。 有了蓝湛灵力的加持,穆子熙摇摇晃晃地站起。 魏师兄,我这些只是皮外伤,不用伤药。 穆子熙沐浴完毕,穿着魏巫县给她的衣服,又恢复了平日眉清木秀的样子。 这些伤口皆是摔伤或是草木划伤,你不是回家了吗?怎么会弄成这样? 魏巫县取出一个白玉瓷瓶,倒一些白色粉末在穆子熙的伤口上,然后熟练地用布条包扎。 昨天,辞别了你和韩光卷,我兴冲冲地回到家中,本指望能把爷爷接到云深不知处。 谁知道,婶婶却告诉我爷爷没了,我问爷爷是怎么死的,我想回家看看爷爷的遗物,结果被赶了出来。 好心的邻居告诉我,爷爷伤伤砍财,雨天露滑,掉下了山崖。 那山崖下,水流穿几,爷爷至今生死未卜。 我找婶婶理论,下雨为什么要让爷爷上伤砍财? 她,她就放狗咬我。 我在山中迷了路,跑了一晚上,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。 一天一夜经历讲完,慕子熙也哭成了累人,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,这一夜她是怎么熬过来的。 也不知道摔了多少跤,才跌跌撞撞地找到这里。 山里的夜,又黑又冷,雨中的路,又湿又滑,偶尔还有野兽的嚎叫。 慕子熙,你不要哭了,从今往后,姑苏兰氏就是你的家,我,我哥,还有云深不知处所有的人,都是你的家人。 魏无羡安慰了慕子熙好一会儿,才把她的情绪稳定住了。 入夜,慕子熙吃了一点东西,就在床上沉沉地睡去。 虽说,外公家的床够大,够四个人都不成问题,可问题是,小猪蹄子没有那个勇气,当着湿地的面,砖到哥哥的被窝里。 就算用节气隔开,慕子熙看不到,也听不到,万一慕子熙醒了,那不就是此地无鹰三百两了吗? 一本正经的,放好两条被子,蓝战睡边上,魏无羡是中间,说是中间,一边紧紧贴着蓝战的被子,一边和慕子熙保持着楚河汉戒。 一只小手,悄悄地摸进蓝战的被窝,然后伸一只不安分的巧鸭。 哥,怎么了? 不压着你,我睡不着。 过来。